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人家那刀工已经获过金奖了 你带来的是什么 其实我要做一道 当时我在部队里学的第一道菜 洛阳燕菜 也叫牡丹燕菜 用一根白萝卜做出来的素燕窝 我们这样吧 就是晚辈先来 那我就跟他说 你先来啊 这道菜是不是也挺好刀工的 当时在部队的时候练刀工 我就买了很多的白萝卜 当地那个师傅就说 你这天天切那么多萝卜丝 多浪费啊 那我就教你做一道菜吧 这就是我们不得讲的叫 仇材细做 细菜精做 你看他切得多薄啊 哎呀 这道工做得挺好 这一看他基本功很到位 他其实年龄挺小的 对 八几年 八六 八六年 年纪有位 年轻有位 年轻有位 然后咱们开始拌粉 用什么粉 用的是绿豆淀粉 绿豆淀粉呢 它非常的有韧性 而且它的粘合力非常强 大火蒸六到七分钟就可以 我还准备了七种食材 哇 见识见识 来上吧 这就是我准备的七种食材 七种食材 对 你这食材要怎么来打理它呢 我要把它切成丝 刚才呢 老首长说你的刀工还挺不错的 我想给你出一道题 三分钟 你能不能把所有的丝 全切完了 没问题 哦 真的吗 那必须的呀 跟你讲 我直接把描表放到这儿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预备 开始 三分钟计时 一 二 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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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两分四十九秒 两分五十秒 五十一秒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 千万啦 两分五十六秒四九 哇 天呐 掌声给一下 哎呀 跟你讲啊 真的是厚生可畏呀 对 以前练这刀工切了多少根萝卜 你跟我说 你知道那个面包车吗 我至少切个面包车五车 切了五车面包车 整整四个月时间 哇 所以这就是讲到的一万小时理论 只要你足够的用心 足够的热爱 一定能练得出来的 没错 对吧 咱们这个萝卜筍它也蒸得差不多了 这时候呢 要把它先晾凉之后 放到冰箱里去急冻 吃起来口感更像厌果 好 之前已经准备好一份 已经在冰箱里了 我先把它拿出来 好好好 我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燕菜呢 咱们把它拿出来之后 要把它撕成一丝一丝的 这两我要切着 一样非常重要的食材 这个要不你闻一下 鸡蛋 这个就是用这个纯的鸡蛋的蛋黄 蒸三个小时 它就叫蛋糕是吗 蛋黄糕 蛋黄糕 对 你看见这个前面我摆了这个吗 我只需要四刀 四刀 我们手上 手上我们看看 四刀 切成这个形状 咱们第一刀 可以看一下 一个45度的一个斜角 这是一刀了 一刀 第二刀 这是第二刀 把它去掉是吧 对 多余的部分 把它拿出来 再翻一个面 还真是 这个真的切得好毛 这个咱们今天做的这个燕菜 它不叫洛阳燕菜 要从1973年说起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的时候 周总理一块两个人去洛阳 洛阳当地的这个名厨 就是用了这一道洛阳燕菜 来招待他们两位 两位总理就是非常的满意 然后周总理就说了 洛阳牡丹甲天下 菜中也能长出牡丹花 一会儿呢 一会儿呢 我就要用这个蛋黄糕做一个牡丹花 哦 明白了 好 这个咱们这个丝是已经摆好了 水烧开之后咱们就把它放进去 好 放进去蒸 五分钟就可以了 这时候咱们要调汤 这是我之前准备好的这个鸡汤 当然如果家里没有这个鸡汤 可以用我们的太太乐 濃缩鸡汁 这道菜的口味就是大酸大辣 这时候咱们这个加两勺的盐 盐 啊 然后加一勺糖提鲜的 这时候咱们在出锅之前呢 这个汤需要加米醋 就这么一碗的醋 咱们给它一半就行了 嗯 好 可以了 滴几滴这个香油 好 这时候咱们这边蒸的这个燕菜 也好了 哇 上面就要点缀这个牡丹花 要叠一下 然后把它放上去 上面还有一层 有两层 两层 把咱们调好的这个鸡汤 转着一圈浇进去 这个汤一定要给足一些 行 哦 这叫牡丹燕菜 燕菜 好 来 我们来尝尝牡丹燕菜 来吧 这个就自己来了 对 就是汤 先尝汤 哦 先尝汤 对 哦 嗯 哇 离开部队后十多年 第一次在做鸡汤菜 酸酸辣辣 酸酸辣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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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回味 里面的这个素燕窝 一定要搭配着香料 旁边的这些紫的一块 你看看 晶莹剔透 哦 透亮了啊 嗯 而且要搭配着旁边的这些辅料一块 味道味道 再试一下 哇 好发汗啊 刚才这个胡椒的香味 嗯 很冷 是吧 嗯 胡椒的香味 而且那个酸味的确是特别开胃的 还有没有这个萝卜的就是完全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 而且这个萝卜丝居然能吃出韧性了 这就跟咱们刚才那个绿豆店也有关系 哦 而且就放到这个冰箱里去冷冻 可以一次多做一点 嗯 想吃的时候拿出来解冻就可以了 满分一倍分钟 这些就是 对 97分 非常感谢 嗯 太妙了 嗯 一个萝卜丝居然能做出 牡丹燕菜 白萝卜切丝 拌上这个绿豆淀粉 蒸锅里去蒸 6到7分钟晾凉 放到这个极冻的冰箱去冷冻12个小时 冬笋 黄瓜 蟹足棒 瘦肉 火腿 蛋皮 把它都切成丝 冻好的那个燕菜拿出来之后 撕成一丝一丝的 码在这个盘子底下 切好的这几种丝 摆放在燕菜上面 再次放到蒸锅里面蒸3到5分钟 用事先准备好的鸡汤 加5勺胡椒粉 2勺的盐 1大勺的这个米醋 滴几滴这个香油 把蒸好的这个燕菜拿出来 蛋黄糕切的这个花 放在牡丹燕菜上面 调好的这个汤汁浇上去就可以了 好 拜拜 1点了 来 3 2 1 全部走 直接是穿着军装来的 英姿萨爽的军队那种 加油 跟 开始 三分钟即时 崔四点能把饭做好了 就是半个之道银 吃的是真香 现在一样 天呐 吃好了 现在提高太努力 现在当兵简直幸福 太好了 咱们是大功告成97分高分 那第二个菜呢 我们就得看一下王教授您的了 好 拖网桂鱼 有请 这个是新鲜的桂鱼 这个桂花鱼呢 这柔制非常好 这个战士们都应该喜欢一道菜 那我们现在给它改刀 改十字刀 好 对 对 改刀的目的便于净味 对 然后再知道去 这叫十字刀 切鱼是不是对刀的要求也很高 对 这样以后它便于净味了 那么这样我们先给它腌制 好 这料酒 料酒 对 每边都来点 对 对 好 人 这么洒 对 苗教授在上街节目之前 知道王教授吗 那当然知道 炊士兵里面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但是我了解的是 王教授好像您一开始当兵的时候 还不是炊士兵的时候 对 我们是投联力侦察兵 哇 尖刀当中的尖刀 没错 所以你们当时的训练会特别特别的苦是吗 非常辛苦 就是一个枪 一个匕首 野外深层 一周 魔鬼训练 吃啥 打野味 你做 我做 做的好吃吗 就因为好吃 现在才跟我调到锤子班当班长 大家都愿意跟我在一起 是吗 是每一次野外训练回来以后 很多战友就跟联力的领导反应 对 说这个 他做菜正好吃 跟我编到一种 一定要跟你编到一种 对 我做的烧烤 非常好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红萝卜 简单的一个轴块 把它一修 往里一顶 对 跟他穿的正中心 期待 对 第一刀 正面一刀 正面一刀 反到对面 第二刀 反面一刀 好 你看这 两刀一对 对 第三刀 好 这不该是一定要错开的 刀头是要错开的 好 一字类推 这边没有对刀的 我们再来 只要有对刀的 下刀 就是四面 这三刀 你看 有两面有刀的 下刀 好 这边没有对刀的 转一面 这边有了吗 有了就下 好了 您有没有印象 一共切了多少个胡萝卜 太多了 这个年代如果会残的话 一次切几十斤胡萝卜 哎呦 我们把这个水啊 嗯 要放盐 盐一下以后 我们再会片 它才会软 对 就这么泡一下 一般要泡多少 十分钟就可以 哦 还得穿上那个签 穿上 好 我们现在开始片 片这个呢 注意力非常集中 王教授 在部队做菜 需要做到这么精细吗 我在中午军演 你处于总教练 哦 这样这个刀工呢 我们要来参加国际 这个盆人大赛上去展示 哦 所以呢我们要求战士们 要练这个刀工 嗯 而且这个菜呢 在16年 嗯 在中午这个军演 嗯 这个盆人比赛上 获得了金牌 哇 好多了 收到 好 喝 喝这个 哇 天呐 你看这刀工 我可以再把它 吹成吗 对对对对 哦这就是托瓦 托瓦 对 这真的是一根胡萝卜 做的托� 切了以后还能卷回去 可以卷回去 到现在开始上鱼了 好 这个简直太厉害了 好 嗯 我们现在炒成那个 豆瓣酱 好 嗯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 就是咱们以前看电视剧 都是班长背着大铁锅 然后带着那个炊事班的往前走 现在没有了 锤子设备是非常先进的 一千人当两千人 我们三台车到了 三台车 三台车就感觉了吃饭问题 哇 有两一台车是专门是组菜 一台车是蒸饭 另外一台车就是烤面包 没有像原来的什么瓦地锅 瓦地灶 对 没有没有这个事 没有这样 非常先进的 比国外的这个好多军事设备都先进 好 我们现在我们开始炒 我们下这个 这五花肉末 五花肉末 好 好 我们小火煸炒 闻到吗 香味了吧 好香 好 我们下生姜 生姜 蒜 好 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 等一会儿烧鱼了 小苗同志 把下手演的一样很好 对 那必须的 能让在那儿站着呢 这个下鱼很关键 我呢 就这样 不动了 不动它 谁要是炒它 看呢 对 就是动骨不动鱼 外面起的那一层胶壳 它已经定型了 对 现在可以动了 可以动了 它可以动了以后 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翻盘了 好 看一下那一面 看不看 哎呀 骗直了 对 好 现在不能动 也不能动 也不能动 这个很关键的 好多在鲸鱼上 这个劈得破了 不知道很难看 对 这鱼还没选手吧 没有 这是鱼的定型量 对 好漂亮 朝着这个酱这儿 我们下上去 嗯 再加糖 好 那现在呢我们把鱼下上去 这个烧鱼啊 七分钟 哎 我觉得这道菜每一步都很有章法 嗯 但是我们要如何让每一个战士 都能很快地学会呢 我们现在呢我们吃了一顿 哦 大锅菜 这个我们军旅味道 来大家看看 对 军队标准化大锅菜 而且这些炒锅 对 都是在一辆车里面 在车 垂磁机械 垂磁车里面 对 这都是已经标准化的 大家看一下 标准化的 你看 煮料 副料 这个 调料 制作过程 嗯 还有一个主意饭三 哎 我看到 嗯 这辆车就是刚才咱们在节目里提到的 催事车是吗 对 这个催事车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配置呢 烧菜的车它有两个锅 但是这个锅的是高压的 嗯 跟盖子一盖啊 就是我们现在好那个高压锅一样 嗯 就可以烧汤 也可以这个炒菜 嗯 太好了 我觉得有了这个军中宝典 军旅味道 嗯 可以让我们连队里面都能吃上好吃的 好 好 我们这个七分钟差不多了 嗯 好 我们上小葱 嗯 对 香葱 我们叫香葱 香葱 对 打散 有散香味 嗯嗯嗯 最后 红油啊 这个吗 红油 红油 好 哎呀 漂亮 哇 这里我们的把我们的头啊 就要点缀上 看这样 哎呀这个菜绝了 太棒了 你说这菜不拿金饺能行吗 太棒了 都拿了几次金牌了 现在当兵简直幸福死了 太好了 我们尝菜吧 买米买面 认准福林门 回家吃饭由忠良福林门米面 灌名播出 好 先先把这个脱啊 嗯 嗯 先把这个脱啊 这个解开 你看这 再挑起来后 然后 放到旁边 好 尝尝 哎呀 好 来 这个鱼没有刺啊 呀赶紧吧 放心吃吧 哈哈 好好喝 嗯 再来一块再说吧 这个鱼的表皮是完整的 再用五花柔豆瓣酱 通烧 鱼 鱼 鱼 锅里放到油一厚 加点盐 锅动鱼不动 那么这个鱼的表皮是完整的 再用五花柔豆瓣酱 通烧 鱼 鱼 鱼 锅里放到油一厚 给它收纸 最后 加香醋和红油 把鱼放在盘上 切好的头网 盖在鱼的上面 我觉得军中的美食 跟我们以前的印象 完全不一样啊 是啊 每一个变化 每一个标准 每一个步骤 都是像我们王教授这样的老师 在不断地钻研 不断地走路出来的 啊 言之太美妙了 这是我们今天这一期回家吃饭 为大家推出的八一特别节目 让大家走进 军中美食 尝一尝军中的味道 祝各位战友 八一建军节快乐 快乐